在这个世界上,无论说到哪个国家,贫穷的,富有的,它有可能缺这,有可能缺那,但唯一不缺的恐怕就是人了吧。 不过今天带大家走进的这个地方,偌大的一座岛屿,尽无一人居住。 欧洲西北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有一座叫冰岛的岛国,它基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格陵兰海之间,总面积是点三万平方千米,但在冰岛的海岸有一个岛屿竟没人居住,只有一座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这里,竟是那么的不真实。 那么这座孤零零的房子到底是谁建造的呢? 据考古学家研究,在大约三百多年以前,这里仅有着几户人家住在这里,建造了简陋的半地学房屋,每天过着鱼练,采集生活,虽然生活很枯燥,但它们的食物来源却很丰富,木叶发达,以牛为主,还有马,绵羊,山羊,猪等驯养的动物。 鱼业发达,鱼资源丰富,还有很多海鸟可以食用。 但在公元871年时,这里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火山爆发,整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,但不知怎么的,从此后有大批移民移居此地,速度快得惊人,几年之内几乎所有好的草场就全被占领了。 但好景不长,由于这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,在这里居住的人渐渐与外界脱轨,然后他们开始逐渐搬离,直到1930年,最后一位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也离开了,从此这里就再无一人居住,堪称世上最牛丁子户。 据说近年来网上流传着许多这座孤独房屋的传说,因而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此地,玩上几天,滑滑船捕食海鸟,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闲。 不过你若是想去那座房子里体验下生活,你得跟着旅游团去了,否则是不对个人开放的哦。